这一群人真的就是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他在管理什么基本渔民的问题 管理这个观光客旅行团 你们的生机问题 你们这些生机问题都没有我重要 这是我们台湾集体的一个不幸的事件 除了这些真的是这些官员 我们还能说什么 不用形容词了 反正这些官员真的对不起台湾老百姓 我觉得两岸问题的确现在陷入一种胶着 因为毕竟两岸问题 他有一些高政治问题 还有一些低政治的问题 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讲 当然希望说既然高政治的问题 已经处在江了 比如说高政治的中国 包括赖清德已经成为台独的一个推动者 那两岸关系这个军演 已经越来越剑拔如张了 那我们作为一个小老百姓 我们就一直希望说 那么两岸可不可以民进党 在低政治的问题上 你稍微做一点开放 包括您刚刚处理的金门 这两位渔民的遗体方面的一些问题 还包括观光开放交流这方面的问题 民进党总可以来做一做吧 可是现在这个问题的确受到两个限制 就是第一个呢 毕竟虽然高政治跟低政治把它分开了 可是这两个东西毕竟是连在一起的 毕竟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这个低政治要推动的 往往受到这个高政治它的一个笼罩 它推动起来就是左右之间的 好像被夹击在那边很难做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 现在民进党这一群像管碧林这些人 他根本搞不清楚事情的东西南北 他就是民进党里面最标准的 那种意志形态挂帅 那种意志形态挂帅的这些官员 他从民意代表出身的 就这一些人永远想到都是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希望台湾怎么样 他完全不考虑 你这样子做下去以后 两岸之间已经够僵了 难道你能够做一点小小的努力 他都不做 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 你发现这人的问题就非常重要 这一群人呢 真的就是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的意志形态 他在管理什么金门渔民的问题 管理这个观光客旅行团 你们的生计问题 你们这些生计问题都没有我重要 赖清德都已经这样子想了 今天这个地方的小官员 也这样子想 你不是很可怕吗 比如赖清德已经把这个所谓台独 还有人员问题 变成一个意志形态 价值观的问题了 现在关键的人员 管毕临这些人来处理金门海滥 这些问题 他还把它当成意志形态价值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能怎么办 这些人掌握的权力 你能怎么办 那只有什么样 全台湾老百姓跟着遭殃嘛 跟着两岸关系继续 剑拔如张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 像赖清德这些人 你好坏 你再扎再擦 你也应该替你的主席 赖清德去分劳解忧吧 赖清德两岸关系搞那么僵了 你底下稍微做一点的好事情 不要让赖清德在这么 一直搞到走向不回头路了 可是对不起 管毕临站在政治正确 他永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他可以一直当官 他可以一直当官 因为他就永远是政治正确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的看法 这是我们台湾集体的 一个不幸的事件 除了这些 真的是这些官员 我们还能说什么 不用形容词了 反正这些官员 真的对不起台湾老百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 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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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